金刚经提到 金刚经内写到 若是金典所在之处 则为有佛 一切世间 天 人 阿修罗 皆因供养 如否塔庙 金刚经我们看到的是一部经 但是金刚经里面有写到 这个若是金典所在之处 即为有佛 那一切世间 天 人 阿修罗 皆因供养 如佛塔庙 所以这个金刚经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作品 可是对于龙天护法 诸佛菩萨来讲 他就是像佛所在处一样 所以这部金刚塔 它能够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就会有护法 那这护法 看到这苦难的众生 他就会帮助这些在生病受苦的人 让他离苦得乐 所以他就有这个消灾 祈福 乃至于这个降魔的功能 所以这部金刚经呢 在唐朝叫做续命经 所以很多人他是 念这个经是为了要为家人 消灾祈福 严寿 所以他平常在念 那他自己有自修的功德 如果把这个念的功德呢 回向写经的这种心呢 供养一切大众 那就更有利他的功德 是这样 所以那这当然就是非常好 他愿意布施他自己的法宝 那他愿意跟大众分享 那这个就是一个菩萨 应该要有的一种心境 剑灰法师开示 金刚经在唐朝为续命经 许多信众为家人 消灾祈福 都会送念金刚经 十方新闻 黄慧如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